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留言區的所有的好朋友們 正式來到全民心攻略 這個小時代知名作家郭敬敏 他曾經在一個選秀節目當中說過 演技才是你的演技 帥氣的臉蛋無法保證 一部戲劇作品的成功 但是逼真的演技 可以讓平凡的男女變帥 今天就位的 可都是演技逼人的演員們 歡迎大家 問介紹第一位 台北電影節新演演講的 林輝銘 你好 台北電影節入圍的黃靖怡 好棒 金鐘入圍男主角張蘇煒 好 好 佛系男演員馬國賢 好 好 晉級演技派演員玉兔 好 出身名門的演技派焦曼婷 對 有三位 前三位 林輝銘 黃靖怡跟蘇煒 對 這介紹的戲劇名叫什麼 76號恐怖書店恐懼罐頭 76號恐怖書店 聽說是個好幾個單元串聯 對 是四個單元 然後串聯的 然後每一個單元都三十分鐘 但是在網路上面播 為什麼叫恐懼罐頭 因為其實它是 我們是改編PTT的那個 一個作者叫不帶見 他的小說 然後他的曲名就叫恐懼罐頭 然後就是用 每開一個罐頭 去代表一個人性的恐懼 所以我們每個單元 都有聊一個恐懼的感覺 特別 什麼時候上了 3月15號在MyVideo 然後凌晨十二點播出 誰的時間 凌晨十二點 一定要挑這種時間嗎 很適合 很適合啊 十二點 對 還滿期待的 聽起來 對 76號恐怖書店 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那很多人沒來過 我們要聽一下 華麗圖書館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桑華女士 她會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提醒 來 我是你們的研究員 杜桑華 演員請就位 誰最有智慧 今天就要來幫大家大考驗 但是我們節目 一向以來都有 三隻小豬的傳統 如果不想當豬 再一次個在就得勝出 在這個部分 我們考的是你的 致力跟創意 缺一都不行 因為很可能 你就會 變成豬頭 而且看不到你的 專屬踢庫 在這個新攻略的 這個挑戰賽的裡面 我們的攻略賽 每一個人都有九道題 如果你答對越多 就有機會拿到 十萬大象 最後大家都準備好了 我們這把時間交給 你以為他只會主持 但事實上 他的演技更驚人的 曾管上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 我跟你們講說 何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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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衝著黃靖以來 他長得像金樹梅啊 這真的有像耶 真的耶 真的耶 有像 有像 好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何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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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等了 已經出來了 好 我知道是什麼了 已經出來了 演過的戲叫 叫什麼 天啊 我不知道 這還要想 那個包公旁邊的 那個叫什麼來著 包青天啊 不是 叫妳被當 妳想說什麼 我想說包公旁邊的那一位 那一位 用中文講 妳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包公 你的答案是 包公旁邊那一位 沒那麼多字吧 我想一下喔 答案是 兩個字 是兩個字 兩個字 完蛋 我失憶了 對不起爸爸 最後 三秒 你真的恭喜爸爸 一秒 我想不知道耶 在什麼 我都失憶了耶 好 其他人請搶答 同時啊 這已經很清楚了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還要剪刀 石頭 布 來... 叔叔耶 沒有你 沒有我 你還戀紅燈的只有兩個 你猜什麼東西啊 你猜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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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冷靜什麼呢 他壞了是不是 效果是一時的 朋友還是一輩子 行... 我能出的代人嗎 來 佛系的 來 是阿彌陀佛 我答 是阿彌陀佛 展昭 一定是 他有演過展昭啊 他們兩個分別都演過 展昭 答對沒有 恭喜 答對 恭喜了 展昭 馬國賢 來進行他九龍歌攻略賽 請就位 馬國賢同學 請無商專觀光科畢耶 來 上國下賢法師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夢幻大獎 請開門 你有沒有看到那一萬的 正中間的它是什麼你知道 無線攝影機 三萬的是什麼你知道 它不是旅遊券喔 它是八人大帳篷 真的耶 很好玩 然後五萬大獎 是隨處可唱 音場效果極好的卡拉OK機 卡拉OK 你冷靜一點 這麼多精采的獎品 怎麼可以空手回家 是 對不對 這是他的第二套題目 請公布他五分鐘 要面對的題目有哪些 馬國賢客製化的題目 再看這一套 台灣觀光熱區 愛泡湯皇帝 說到是 其實你非常了解泡湯的 各個不同的景點 因為主要是父親愛 你爸爸愛泡湯 對 所以會帶他到處去泡 去試 挑遊做料理 他常邀朋友來家裡面吃飯 他是來下廚 下廚 交友軟體顧健康 說是顧不顧健康不知道 但是你是有過交友軟體的 是 透過那兒來找朋友 對吧 因為單身嘛 對 夜市民小吃 你極愛 極熟悉 各個夜市的特色 是的 頭皮保養好習慣 頭髮能夠到現在 半百來這麼茂密 是有原因的 風水妙建議 你其實是對風水有點 不能講迷信 你認為風水是非常具體存在的 是很重要的 對 很重要的 郭悟空趣聞 去不去聞不知道 因為你本人就是郭悟空 對 來 你看我們從哪裡開始 愛泡湯皇帝 準備來請主題 請問 請問 從唐詩春寒自語滑青池 溫泉水化喜寧之中 所指稱的是哪一位皇帝愛泡湯 A 唐泉宗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這怎麼會太難了 唐詩 不會 唐詩 後面冷靜 後面 很有參與感 好 你已經三十秒過去了 你很揮霍 唐玄宗 唐太宗 唐高宗 哪一位 唐太宗 B B 請鎖定 你花了四十二秒 這也太難了 上國下嫌法師 你又要空手而紅 第一集耶 華欽詞就是因為楊貴妃才紅的嘛 但是我忘記 誰寵愛楊貴妃啊 唐玄宗啊 是 我講得不一定對 可是剛才小薰很急啊 知道 妳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個詩 是從長恨歌出來的 所以它是唐玄宗 看倒沒有 要唸書啊 只會收集Hello Kitty 我們也會啊 直呼忘了 Hello Kitty 請介紹 好 如果 聽過長恨歌的朋友 應該都記得裡面 比較經典的幾句話 說的呢 就是在華欽池 那楊貴妃 首次成寵的這個場景 那麼我們剛剛呢 也有提到的 三位唐朝的皇帝 首先要告訴大家 唐太宗李世民 他的兒子就是唐高宗李治 那他也就是武則天的先生 那麼我們所說的唐玄宗李榮基呢 他其實已經是唐朝的第九任皇帝了 也是楊貴妃的皇帝 而華欽池呢 他是所在的位置在梨山 這個地方呢 湯匙的這個溫泉水 大概四十三度 他被封為天下第一玉泉 可惜在安史之亂的時候呢 遭到了破壞 所以很難再回到當初的聖寂 可憐啊 可惜啊 好了 我們下一回的資格賽 接下來要爭取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加油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松島蔡蔡子你怎麼了 你按什麼 對啊 我說怎麼了 黃曉勳 你要曉勳喔 因為我很想答題嗎 松島蔡蔡子耶 你不要再多看個提示嗎 來 你答來 答案什麼 天啊 我有兩個答案耶 你有兩個答案 完了 不要講出來 搞不好你講錯另外一個 就被人家撿走了 真的 來 松島蔡蔡子 他就是演真子的嗎 但他還有演魔女的 不要說 那就真子好了 因為我剛好要來宣傳恐怖罐頭 所以沒關係 真子 答對沒有 答對 這太強了吧 好帥 這太厲害了吧 很心靈 帥到耶 好厲害 帥到耶 棒 很厲害 這真的是帥到了 小薰 敬他九龍哥攻略賽 厲害 厲害 請就位 黃靖怡同學 是 原名叫小薰的藝名 新生醫護專科 管理專科學校 好 這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裡面 第二個就出現了 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其實很充裕 加油 那請公布 他的九龍哥攻略賽提醒 什麼叫做客製化 你看看第一題 泰雅族命名是不是妳 是我 我是泰雅族 就是妳 輕柔女子也瘋狂 這次就演一個性工作者 對 輕柔女子 而且就是精神異常的 所以瘋狂 邯郸小常事 妳就因為電影邯郸 入圍了台北電影街 對 對不對 衣除必備牛仔褲 聽說是妳非常愛穿的一個 配件 牛仔褲 米奇鐵粉絲 也講的也是妳 還有收集不少 對 口紅小心擦 還是收集更多 搭個亮耳環 是妳聽說拍照 沒有耳環妳不拍 對 匈匈比特犬 你有癢 比特犬 聽說才五個月大 對 我們從哪邊開始 從比特犬好了 很可愛 我們就出比特犬的題目 來 請主題 比特犬是世界十大凶猛的惡曲之一 當初是為了哪一種人類活動 而繁殖改良的品種 A 狩獵 B 賭博 C 防身 一定不是A 三分四十秒 看B跟C 不要也對 不要也一題都沒有喔 不可能... 我要為了帳篷 三分三十秒 應該... 好 B 賭博 是不是 請說例 他是十大凶猛惡犬之一耶 你們不要給他灌這種名稱 他不惡犬 他很溫柔 為了賭博而繁殖改良 這個狗可以拿來賭博 鬥狗 鬥狗啊 所以我剛剛就想到這個 那應該早就這樣喔 他就是鬥狗的一種 是 那就早就早就是賭博啦 那你想什麼都幹嘛 可是防身你很難講 又有時候你們的答案可能 賭博 不會一題就走了吧 不會吧 請揭曉 恭喜你 厲害 看到沒有 不會猜賭博啊 什麼你猜賭博 你猜唐太宗 比特犬呢 又是全球第一猛犬 他的咬合力非常驚人喔 基本上呢 他只要被他咬中 或被他當成是獵物的話呢 都是非死即傷 所以一開始啊 人類為了要鬥狗 所以就特別去激化 訓練比特犬 把牠們變得更加的殘暴一些 可是你知道嗎 在巴西有 就有一個鬥狗場 超級殘忍 他們跟大家收取入場費 進來看鬥狗呢 兩隻比特犬互鬥之後 輸的那隻比特犬被咬死 他們還會把它烤成這個肉串 分給在場現場所有來觀賽的人吃 而這樣的一個很可怕的鬥狗行為 其實在台灣也有發生 在2017年的時候 就有破獲了鬥狗場 也是拿比特犬來進行鬥狗的毒 來 我們第二題 泰雅族命名好了 泰雅族命名 請出題 請問泰雅族人 在為小孩命名時 會在小孩的名字後面加上什麼 A 氏族名字 B 父親名字 C 出生地名 我的答案是B B 父親的名字 請鎖定 對 很多吧 大概都以父親的名字 對啊 家族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 或者是曾經 有喔 有說曾經爺爺奶奶的名字 對 有一些對不對 對 父親名字是送分題啊 對啊 他這個題 真抱歉 可以的 請揭曉 父親的名字 恭喜賽達 對 謝謝 香蕉之下簡單一點 香蕉之下 對 簡單 原住民分分不同的種族 他們有不同的取名方式 像是塞下族跟泰雅族 他們都是重複姓 阿美族跟悲男族是重複姓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 泰雅族呢 雖然是重複姓 但往往泰雅族的女生 嫁給漢人的男生呢 有八成以上 他們到護震事務所 登記的時候 都會選擇重複姓 因為重複姓的話 就可以享有一些 原住民的福利跟優惠 所以其實還滿多人會 因此改重複姓 一萬在巷子口 選擇 涵單小常識 妳拍這一部入圍 是不是第一次入圍啊 台北電影節 背影 沒有 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只要我長大 也是講原住民題材的 涵單小常識 請出題 台東炮炸 涵人爺是每年元宵節的重頭戲 請問涵單又稱為什麼 A 流氓神 B 宅神爺 C 醫師爺 不是C 一定是A或B 宅...宅神 是宅神 這個不知道 A吧 流氓神嗎 因為... 不要...不要解釋 先決定誰還在走 2分40秒了 A A 請鎖定 流氓神啊 是吧 對 為什麼 我這個不曉得 因為我覺得B跟C都不是 因為涵單眼他也是 算是武財神 就是財神爺的一種 可是他不是宅神爺 他也不是醫師爺 所以我在想說 那一個就是A 你們也不太清楚 我覺得是 C 醫師爺 不是... 他一定不是醫師爺 不是啊 涵單的那個不都被炸傷 然後都要擦藥嗎 那是 那不是他擦 不是他擦 他是人在幫他擦 對啊 炸涵單不是會受傷嗎 他不是找醫生嗎 你不要出來 你出來可能會跟他一樣 不會啦 我一定過第一關的 你OK啦 上來再說 流氓神 涵單又稱為流氓神 你知道嗎 來 請揭曉 我還知道一萬元 智慧新幣 是不是啊 是不是 真是的 完蛋了 好 涵單爺呢 他的本名叫做 趙公明 他其實也是武財神 那相傳 這個武財神非常怕冷 所以他每次出巡的時候 大家都要點亮大量的鞭炮 讓這地方熱鬧 溫暖 才可以把這個才氣都接回家 不過其實在民國 72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大部分 在這個炮炸邯單的時候 上面是要有一個人 真身 赤身裸體在上面 被大家炮炸 所以一般人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勇氣的 因此大部分 都是道上的兄弟 他身上都是有刺龍 刺鳳的 那也因此 也讓邯單爺 多了流氓神 這一個封號 來 第四題 往哪兒走 青龍女子也瘋狂 這次戲 這次戲裡面演個性工作者 又有精神異常 這很奇怪 對啊 我在邯單演一次 演性工作者 是喜歡新工作者 就很愛來找我 是天生散發的瘋神異還是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說 我看她有多麼瘋狂 請你處理 請問誰女人緣極好 不僅讓青龍女子痴迷 連黃太后也是她的粉絲 堪稱是國民老公 A 歐陽修 B 星系集 C 蘇士 A 等一下 我跟這三個好不熟喔 這個人的女人緣極好 讓青龍女子痴迷 黃太后也跟她感... 也是她粉絲 國民老公 我答案是A好了 歐陽修 請出力 太難猜了 太難猜了 第一個可以刪掉的 應該是蘇士 對啊 她故意找一個那種文采幾號 讓大家看得對她會 其實蘇士也不是不可能 我覺得蘇東坡 聽說也是風流才子 對啊 而且有一部港片叫 我家有個河東師侯 然後她就是她的好朋友 就是蘇東坡 然後她也是 風迷就是青龍女子都很愛她 因為她的文采很好 我印象當中好像有這個故事 對啊 蘇士的可能性 蘇士跟歐陽修都滿可能的 崩潰了吧 對 會崩潰 反正妳已經拿到禮物了 OK 我想妳沒有工作而已 希望妳是對的 來 請接著 蘇士 這個國民老公就是蘇士 蘇東坡 蘇東坡除了懂吃會吃 她還文采極好 所以其實上至皇太后皇后 夏至世景小民的這一些少女們 大家都愛蘇東坡 那麼她從這個蘇杭 要到命州去上任太守的時候 還有一位蘇州的名記 特別來跟她道別 所以看得出來 連這個青樓敬語 都是蘇東坡的粉絲 那其實蘇東坡 她有一首詩叫做 裏頭就是有兩句特別有名 叫 後來她還變成歌詞 那這個 其實這句話就在說 曾經也是有一個少女 非常愛蘇東坡 但蘇東坡當時已經六十幾歲了 沒辦法娶十六歲的她 後來這個女子 甚至還因此郁郁寡歡而死 所以蘇東坡才寫了這一首詞 來評到她 一個男人走在路上 讓一個女人 對她淚眼婆娑地送行 這個畫面只有以前媽媽送我 去當兵的時候看的 好了 今天呢 我們送個禮物給妳 好不好 好 我們要送給小秋黃靜宜的是 慕顏流霸卷 這個有深層放鬆的溫暖手處 可以幫妳卸除都會繁忙的 生活壓力 讓其福細緻華盛 出放妳的身心靈 送給妳希望妳喜歡 好 謝謝 請下一位喝的這個杯 第三回合的資格賽 這節目整個節奏好流暢 太好了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美國暢銷作家幾萬人說誰呢 對不對 必須看第二個提示 請看第二個提示 恐怖大師 蘇維你好壞的手腳 好厲害喔 他的恐怖大師有好幾位喔 你要說誰 來 我 你的答案是 好厲害喔 對 對 答對了沒有 恭喜答對了 厲害 厲害 恭喜蘇維 請大家整個討論一下 請就位 張蘇維同學 明治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好了 出道這麼久的時間 也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了吧 十八十九 好長時間喔 這個 對 我們能夠在這個行業裡面 待這麼久 而且經過這麼多的設列 演藝之力完整 對你們的表演都很有幫助 對不對 沒錯 來 請公布張蘇維 請問個功課賽提醒 來 讓你好好感受 量身打造的戲尾 真的會 牙膏別亂擠 這隻角色裡面 就要你吃牙膏 對吧 金鐘遺珠說客語 因為你會說客家話 對 對不對 我的婆婆說台語 這次剛好就拍了一個喜劇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全台語的 情侶加溫法 蘇維在哪裡 蘇維 蘇維在這裡 蘇維在這裡 佛學教我的 聽說你會唸金當金 這太厲害了 考試滿分大歷史 你的歷史非常的強 古專 古專聯考 所有的歷史倒背如流 對吧 非常強 台東慢生活 你喜歡台東的步調 但是本人是台東人嗎 我不是 只有三分鐘 小心 來 第一題 情侶加溫法 圈外女友 我了解女孩子 情侶加溫法 來 請 主題 研究指出良好的溝通 是讓感性加溫和穩定的不二法門 而第二重要的是哪一項要素 A 對伴侶的了解 B 生活技能 C 性和浪漫能力 她說什麼 你怎麼會來 我 我的答案是 那邊 A 就B字 A A 冷靜 因為 良好的溝通都不在話下 對 其他的這三個 C也很重要 說真的 C也很重要 C也很重要 但我覺得女孩子最重要 她比較在意的是 你了不了解她 可是良好的溝通不就了解 不就已經了解了嗎 對伴侶啊 就是對她 對她的了解 對她的了解 主動的 因為每個女孩子個性 跟她的地雷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妳了解她 她會覺得妳很貼心 覺得她答對了舉手 你們都不舉啊 你怎麼不舉 我覺得應該是B啦 生活技能 講說法 來 因為我很喜歡 可能我很喜歡 幫另外一半做很多事情 就是她 然後她所有事情 她很信任我 她都可以交代我去做 是用馬桶這一類的 沒有啊 就比如說拿快遞啊 或是說幫她買什麼東西 那算什麼生活技能啊 拿快遞 或煮飯給她吃啊 或幫她煮飯 對啊 都算了啊 來 黃靖怡 我當然是希望 我的另外一半會煮飯做家事 然後家裡有什麼可以修的 她可以 對 你也選B啊 對 我覺得B耶 你不覺得C很重要 C那是一定要很重要的 那基本配備啊 那你不需要問 基本配備啊 你也覺得 對另外一半了解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 之前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是不能走在她的右邊 為什麼 真的有這種的 真的有這種 對啊 為什麼 通常走在這個人的左邊 是因為她是長輩 走在她的左後方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生活與倫理有交過 對 公民與道德有交過 生活與倫理有交過 對 有交過 奇妙啦 好 來 是不是對敗留的了解呢 請揭曉 除了良好的溝通 第二重要的是 恭喜答對 一般我們來說 兩個人感情希望可以 幸福甜蜜的話 大家都知道溝通最重要 但這份研究呢 分成七大面相 他們發現呢 其實往往情侶之間都覺得 另外對伴侶的了解 是第二重要的 但這個部分 是大部分男生表現最弱的 比如說你要記得 你們之間的紀念日啊 她的生日啊 甚至她親戚的名字 這些很微小的細節 都是女生特別特別 特別在意的 而第三個生活技能的部分呢 除了包含 就是一般工作的能力 做家事的能力之外 還有理財的能力 其實這個部分 也才能夠延續你們的感情 讓你們之間的關係 更加地穩定長久 來 第二題 那就選一個 跟牙膏有關係 牙膏別忘了 請出題 過量的符會破壞牙齒 請問研究建議 牙膏擠多少的量即可 A 碗豆大小 B 玉米B的大小 C 番茄大小 A 小番茄啦 小番茄 A 來 請鎖定 剩女番茄都這麼大啊 剩女也很大 剩女都這麼大咧 對 不可能擠那麼多嘛 豌豆 來 說明 我自己在擠差不多是這樣 那隻套的碗豆大小 請計較 打過 吃碗豆 好 我們一般在看到牙膏廣告的時候 都擠一大條喔 其實事實上根本不用這麼多 只要一粒碗豆的大小就可以了 那大家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刷不乾淨 事實上呢 我們在刷牙 主要不是要幫你刷掉什麼肉絲啊 菜喳 那個是牙線棒的功效 我們刷牙呢 主要是為了幫助我們刷掉牙菌斑 所以呢 其實事實上 你不要用太多 你才可能會努力的刷 因為呢 常常有時候泡泡比較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泡泡沾到了 應該就乾淨了 你就沒有做好刷的這個確切的步驟 但是呢也不要刷得太過度喔 因為如果你刷太過度的話 會把我們的牙幼質刷得越來越薄 越接近我們的牙本質 那牙本質的顏色是比較偏黃的 所以如果你的追求要很亮白 很美麗的牙齒的話呢 如果你越把這個表面刷掉的話 牙齒會看起來更黃喔 第三題 一萬塊快到了 考試滿分大歷史 歷史這麼好是為什麼 我五專的時候歷史真的滿不錯 就是五專聯考的社會科是滿難的 我也幾乎是 對 五專聯考的時候 國文 歷史 地理 幾乎靠這三個拿了 好高 我大概拿了三百分吧 考不好的是 因為我是數學啦 我是數學 哇塞 數學怎麼弄 數學很爛 我是被數學壓垮 考試滿分大歷史 請 助理 唐朝 唐朝 有沒有什麼詩裡面有蛛絲馬跡啊 唐朝的時候親友會送送 豬蹄給當事人 什麼情況下 A 金網提名詩 請手令 A 你怎麼猜的 我用刪去法 怎麼說 因為現在我們租題都是那個 去除美運吧 我們現在是助講的 然後我覺得B應該就不可能 不可能那麼簡單 然後唐朝 就A跟C 我覺得A看起來比較順嚴 我就... 順嚴 你是因為順嚴 順嚴 金網提名 好 那我猜C 用猜的嘛 一樣猜啊 我也猜C 我猜C 我猜C 好不好 請介紹 好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呢 就是禮心情義重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證豬蹄呢 相傳在唐朝 他們電視之後呢 就都是禁事了嘛 所以就有一群禁事 他們就約好 倘若以後呢 我們有人可以成為 將相王公 屆時呢 我們就要請非常有名的 大書法家 拿豬 豬就是這個紅色的顏色 豬筆提名大雁塔 所以呢 當時他們呢 就是這個豬跟這個蹄名 這兩個字 合起來就是豬蹄 因此呢 只要所有要去參加科舉的人呢 我們就會買豬蹄送給他 希望他有一天 有這個幸運跟福氣 能夠被豬書提名大雁塔 來 第四題 我選 說客語 金鐘宜豬 說客語 來 請出題 在客家話中 人體器官名稱的說法 有性別之分 下列哪一個器官的客家話 具有女性化的稱呼 A 鼻子 B 耳朵 C 舌頭 我的答案是C C 舌頭 舌頭 說定 怎麼說 舌頭的客家話叫做 SAMMA SAMMA 然後MMA就是女生的意思 SAMMA SAMMA 然後耳朵是NIKON NI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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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的婆婆說台語 請 出題 台語是後語 用來比喻什麼 A 幼稚不成熟的人 B 愛講閒話的人 C 不挑嘴的人 完了... 你真的很煎躁耶 完了... 1分05秒 我不能低於1分是不是 對 你可以啊 但是怎麼辦 時間剩少後就想怪了 就只能亂猜了啦 不好猜 A A A 我這裡想太久了 這我根本就是瞎猜了 我用刪去法可能會刪到最後變成B 為什麼... 因為 小孩講起就是吃的東西 對 所以不挑嘴 太容易了 孩子連紅蟳都吃 不挑嘴 太直接了 這沒什麼了不起 那幼稚 他本來就幼稚 所以完全不相干的 就是那個不愛講閒話的 沒有意思嗎 小朋友本來就幼稚 你知道我意思嗎 來 看誰囉 你知道這句休語的真正意思嗎 請揭曉 正確的答案其實是愛講閒話的人 因為小朋友呢 在吃那個螃蟹的時候 他們最喜歡吃的就是螃蟹的這個 熬的部分 就是它的這種管狀的地方 所以就會就是在台語來說就是 就是很愛講話 跟它的這個音很像 所以只要當這個小孩子 他在吃紅蟳 就喜歡吃管狀的部分 就是很愛講話的意思 來送禮物給妳好不好 來送什麼請看 我們要送給書偉的是 UNIX AIRSHOT 副離子頂級吹風機 這個拳機是有韓國製造 副離子能夠防止頭髮靜電 獨家專利智慧伸縮風水 輕鬆的可以調整風型 而且還有獨家技藝設定 保存關機前的設定 在開機的時候不用重新設定 體積小 重量輕 壽命更長久 書偉 妳幾位 我幫妳使用 下一回合的資格賽不錯喔 第四位 來 最後一個名額了吧 我想 好緊張喔 我不想要再當豬頭了 伊途加油 那個焦曼婷跟我一起玩好不好 我有啊 有 就是展昭兩個字望而已 妳上次已經從頭做到尾了 知道嗎 知道 我會努力的 如果妳今天當豬頭 妳會恨死喔 好 跟妳爸爸有關的體力 我會被他打 對不對 來囉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準備搶答 變帥買蔥 雙帥買蔥 我知道 蕭曼婷那麼快啊 答案什麼 韓劇是不是 鬼怪啊 為什麼是鬼怪 因為他們兩個有一個明場面 就兩個人很像 就背光打得很強 然後影子這樣走出來 很帥走出來 然後但是其實是挺衝的 對 是吧 是鬼怪吧 然後帶了很強大的氣場 結果買蔥就 然後但是有蔥 沒有 鬼怪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這要看人家不知道 語兔 妳們都知道嗎 語兔 妳知道嗎 知道 為什麼那麼慢呢 我以為 我以為它是有 第二個提示出來 我才要按下去 結果 結果回家去 這樣子 回家去 按下去 好巨人 好啦 蕭曼婷的 全國攻略賽 該她的了 來 就位 蕭曼婷同學 從又 來 還有三分鐘 要面對的題目有哪些 請公布 蕭曼婷為了妳量身打造 上次是豬頭 這一次不是了 終於 老爸的攝影跟班 因為妳喜歡 妳跟妳爸爸都喜歡拍照攝影 我是不是要戴的 聽說家裡面有一層面牆 都有很多的底片在上面 對 女孩危險地 妳在靈異街十一號裡面 演了一個受虐的 受虐的女性同胞 對 女生真的要好好愛自己 捷克古歷史 是個去年才去的 插花學花語 妳喜歡 喜歡插花 網購買多少 妳做妳這個人喜歡 很喜歡網購網購 而且還買不少 女生應該都喜歡吧 彈首吉他曲妳會彈 砂紋這樣做 妳既聞如仇 對於聞著老鼠是特別討厭 對 因為我被 還因為得了蜂窩性主事 我知道 我聽說了 對不對 畫家飲食癖 妳有時間就想去看畫展 我自己也喜歡畫畫 對吧 好 我們從哪邊開始 砂紋這樣做好 砂紋這樣做 到底該怎麼做 來 請出題 B 夏天堅信 日漸變多的蚊子 讓人很困擾 請問下鍊 哪個補蚊燈的使用方法 是正確的 A 邊睡覺邊開著 B 使用時稍微墊高 C 蚊子屍體天天清理 哪一個是正確的 真的像蚊子開著 慢慢要多囉 我選 我的答案應該是B B 對 請說例 為什麼不是C 不是啊 因為我先刪去法嘛 因為人家說開蚊燈啊 我自己也習慣是 會把全部 就是房間全部弄暗了之後 我不在的時候才開 因為蚊子有趨光性嘛 蚊子都有趨光性 對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你看 馬上開的 就不見了啊 不趨光性嗎 我燈打開 你會飛出來才對啊 沒有 其實這種 晚上如果你真的要補蚊子的話 應該是手機 開那個手電筒 然後全部燈按 然後你照在固定的一個地方 蚊子就會飛來了 真的 我晚上就被蚊子騷擾的時候 我都用這個方法 只要用 不用起來開燈 只要拿手機就行了 然後照著牆壁 然後它就這樣 就飛到這邊來這樣 對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打 它不是用蚊的嗎 蚊子有時有量有多蚊 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困擾 那為什麼要把它電勾 我不知道 我是使用刪除法 因為我A應該是絕對不可能 然後 邊睡覺邊開著不可能 然後C的話是 我是 它沒有把屍體清掉 它再飛過來 自己人 對啊 不會 蚊子是群 就是會一起的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如果在房間裡面 發現一隻蚊子 絕對不會只有一隻 可能會有一隻或兩隻 然後他們會生小寶寶 沒有 但我剛才發現一隻 對啊 我都是發現一隻 對啊 我都是發現一隻 人家不可能 我們家一隻飛進來都很不容易 真的嗎 好想去你家 冷靜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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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墊高幹嘛 墊高 墊高 打對 好 好 好 先告訴大家 其實蚊子在盯人的時候 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是趨光性 另外一個是喜歡 二氧化碳濃度高的地方 所以一旦我們人跟補蚊燈 在同一個空間的話 其實基本上蚊子 它是會很敏銳的發現 人體散發出來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時候 二氧化碳的這個因素 可能就沒有太大的效果 還有有一些補蚊燈 它比較低矮 可是蚊子基本上 在氣流很穩定的時候 它不會飛太低 所以如果你的補蚊燈 放得很低的話 蚊子根本就不會接近那附近 就更沒有效了 一定要記得 把補蚊燈墊高 放在高一點的地方 至少要離地面六十到八十公分 才能夠達到補蚊的效果 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 製製一些補蚊液 比如說 你把紅糖跟酵母液 攪貨在一起 放在這個房間裡頭 或者是加一點醋跟小蘇打水 其實它都會發出 一點酸性的物質 蚊子喜歡酸酸的味道 它就會自己跑進去 那它跑進去以後 它沾在水上 就動不了了 那一群蚊子在那邊 其實蚊子的屍體 它們會散發獨特的氣味 會吸引更多的蚊子來 所以那也就會變成蚊子的粉場 也比較容易殺蚊子喔 來 這兩題 第二題 女孩危險的吧 請出題 根據聯合國調查指出 女性在哪一個場所 遇到生命危險的比例最高 平時最好要小心呢 A 住家 B 辦公室 C 夜店 生命危險耶 生命危險 遇到生命危險的比例 是最高的 最高 會不會是住家 兩分鐘啦 會不會討論啦 那我的答案是住家 請說力 你還慢慢來咧 媽有什麼鬼 時間在走啊 好 我猜應該是住家啦 因為夜店 雖然有很多檢屍的 檢屍 就我聽說過有人就躺路邊 還是什麼 但我覺得 應該不會那麼簡單 住家比較危險吧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 像我可能就獨居在台北 我不知道 我猜應該是住家 應該是吧 然後辦公室有這麼多人 應該不會很危險 說點心虛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女性安全的話題 認為是住家的舉手 我覺得認識住家 辦公室的舉手 一個 夜店的舉手 一個 他剛剛都講了啊 夜店 比例上吧 比例上 對 比較危險 因為有酒精啊 他是說生命危險 有酒精 有酒精嘛 對 可能是撞到的危險 現在是生命危險 那為什麼你認為是辦公室 我覺得辦公室很多 那種偷情人 然後情殺在辦公室 應該滿多的吧 感覺 辦公室很多偷情的 對啊 我最近看一些片子 自己都會講 那種大部分都不支持 大部分都不支持是住家的看法 是不是住家 來 請給我 生命危險 好 對 我好像滿聰明的 好好 聽完這個解釋之後 可能所有女性朋友 會覺得滿可怕的 我們剛剛都一直以為 雖然是在住家 在住家裡頭受害 但應該都是外來者的侵襲 但事實上 來自聯合國的這份數據 看得出來 在2017年裡 受害的8.7萬的女性 有六成都是被自己的親人 給殺害的 而且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 就是死於另一半之手 所以看一看得出來 就是大部分女生 在住家裡頭 生命受害的比例最高 而且最主要會受到 另外一半毒手的原因 都是來自於忌妒啊 不安全感啊 因為我得不到他 害怕失去他 所以乾脆毀了他 來 準備 第三題 漂亮 吉他好了 彈首吉他曲 請出題 空氣吉他指的是 人以模仿方式假彈吉他 請問下列哪一位古人 每次喝醉 就會彈空氣古琴 A 李白 B 桃淵明 C 蘇東坡 喂 爸爸 你爸也不見得知道 你爸也不見得知道 古人 好 我猜 我猜蘇東坡 蘇東坡 鎖定 可能嗎 好心虛 我猜蘇東坡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 很有魅力的人嘛 所以有魅力的人 就會彈古琴喔 我剛剛很熟 不一定啊 他可能會這樣 甩髮之類的 甩髮 甩髮 他五百喔 這是 這種 誰彈空氣古琴 在喝醉者 來 告訴我們答案 是蘇東坡嗎 李白 桃淵明 你看 答案又是李白 又氣死了 正確答案是 桃淵明 而且他彈空氣古琴這件事情 在史書上面都有記載 這史書《東進天》裡頭就寫到了 但是情中趣 何勞閒上陰 這就是當你這個 已經有這個意趣存在的時候 又何必彈真正的情呢 我們都知道桃淵明 他信奉的是老莊思想 所以他講究的是那種 天人合一的概念 當然他不用彈真正的情 就能夠表達出 這樣的一個意境 下次再來學一次 就希望你學了上次的 至少我有摸到這個台字了 對啊 上一次沒有 好了 忙進行 我們在終極懲罰 全民互動題的時代來臨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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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曼婷同學 一愛人間留下了五題 讓我們來選 你們兩位猜拳 贏的人選題目 另外一個人選救援 你認為誰可以告訴你答案 雖然這四個都可能都不靠譜 但是你必須找到一個人來幫助你 OK 準備了 剪刀石頭布 你選題目 你選人 好不好 你怎麼欺負到會不會看人 這就不曉得了 但是你要必須跟著他走 男生女生 擅長的領域不一樣 對不對 玉琢 我選擇 網購買多少 女生要選網購 林輝銘你有網購嗎 我嗎 嗯 超商取貨啊 很少 很少對不對 我根本沒買過 蛤 是男子漢沒有在買網購的 對 男子漢不買網購 叫別人買就好了 也是 沒有這句名言 網購是女生的專利啊 真的 十個有八個會網購 網購買多少 請 朱迪 美國順民研究網站調查指出 人們會熬夜在深夜網路購物 請問花費平均高達多少錢 A 148美元 B 165美元 C 186美元 太難了吧 花費多熬夜喔 平均花費 平均花費 睡眠網站 睡眠網站 深夜網路購物 平均花費 平均花費 148 148 148將近五千塊 三個三個三個 五千 四千多 嗯 一個四千多 六千多 四千多 六千多的八千多 八千多 欸不對 一百九 一百九 三千多的四千 四千五千六千 三千 好不好 這樣算了 就是四千五千六千的概念 對啊 差不多 妳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好難喔 B B 妳是B啊 中間值 一百六十 感覺好像中間 中間值 因為感覺 因為美國應該會超過150 才免運吧 我在猜 應該是一個 超過150免運 對啊 他們有這個東西 他們有說超過 也有免運的概念 也有優惠 對 所以我猜應該是有 超過那個金額 合理 非常合理 妳的答案 我 我可能也選B吧 妳也選B 妳知道答對了 待會兒可以當豬頭 少打一下 妳知道 太好了 那當然是B啊 結果是C 為什麼叫當然是B 可能是C 相信自己 應該是C 因為熬夜老婆 也相信 對 我的隊友 妳的隊友 來妳是 選人的 選誰救援 聽誰答案 這怎麼救我 這好難 我想選小 那個 小薰 天啊 小薰啊 看起來愛購物這樣 但我真的很愛購物 可是 我有聽研究指出 就是熬夜購物 腦波很弱 所以我在想說 可能是最高的 對 很容易下班 而且美國消費高 對 不會啊 它什麼消費高 它有很多東西 一些購物 購物頻道 那些賣的東西都不貴啊 可是 美國他們有 晚上大部分都是賣一些 那種健身器材啊 那個其實都不便宜啊 都超過一台五出來 什麼一九九點五什麼的 對不對 什麼九十九點八 Maconal 什麼有沒有 對 一些這些廣告 所以妳認為是最貴的那個嗎 一八六 一八六 是吧 是不是 你選 我相信 他選B啊 他選B啊 他選C啊 好 所以他認為是C 所以妳的答案是 B 妳的答案是 B C 聽得半天白聊的啊 C C 沒關係無所謂啊 我覺得是C 又變C了 C 我好怕害到他啊 會 會 她是對的 她是妳的菜對不對 是 妳喜歡那個類型的對不對 是我的好姐姐啊 對 我們五月份即將有一部戲要上了 五月就要公開了 五月就要公開了 成熟一點 我決定有道理 深夜購物腦波弱 一八六 鎖定 妳就指望我是錯的 我是對妳就掛了 不一定 一八六 請計曉 請計曉 全民互動題再次來到 後面 這支美麗的隊伍 又是三隻小豬的畫面 各位看到了 尤其裡面有一對 感人的新婚夫妻啊 好 現在 新朋友很多啊 我們猜拳決定 贏的人 這三題要謝謝馬力歐 遺愛人間留了這三個東西給我 啤酒慶典 動物抓猴 夫妻吵架 最贏的那個人選題目 第二個贏的人選救援 第三個人就任人擺步 就這樣子 好不好 準備 剪刀石頭 不 我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 我又不好是說什麼 是誰叫妳今天來的 不是要去檢查哪一個 哪一個 妳為什麼會有空的 今天這次通告太勉強了 我知道 妳這次通告太勉強了 來 妳要猜拳 剪刀石頭 不 妳贏 選題目 我選嗎 好 妳決定 大家的命運就跟你走了 開了哪一題 就開哪一題了 來 夫妻吵架石 只要往一年半 只要往一年半吵過幾次 我們很少吵架 那就一次嘛 是吧 好 夫妻吵架石 請主題 美國心理學家指出 夫妻吵架石講哪一句話 就能夠立刻緩解當下緊張的夫妻關係 A 我了解你的感受 B 我們是同一陣線的 C 寶貝 對不起 那是一首好聽的歌曲 好 來 音樂一下 妳的選擇是 A 我了解你的感受 為什麼 什麼妳跟我同一陣線要幹嘛 就在吵架裡同一陣線 誰跟你同一陣線啊 然後寶貝對不起 吵架了 同一陣線就不會吵架了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寶貝這時候誰是妳寶貝啊 妳 我好膚淺喔 我會選C耶 C喔 寶貝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 誠懇地在這時候道歉 對啊 先道歉再說 因為有的時候 他講了我了解你的感受 後面講劈啪啦 還是根本不是站在你這邊的 他就還是想要 她不認錯 他還是要講說 可是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OK 對 都妳意思 前面他只是講這句話 妳想的畫面比較特別 但如果就是說 對不起 然後 然後討好聽妳說 先認錯再說 我覺得 因為我了解你的感受不代表我認錯 對不對 對 妳的意思是這樣子是不是 張傑 我們答案也是C 對 妳如果選的不是C 妳覺得你們回去就會吵架嗎 會 沒有啦 我本來就覺得是C 因為我覺得真的在吵架的時候 有時候你太想要講一些觀念 很理智的 太想要太理智的話 真的 那不是重點 有時候只是一個感性 所以就是要說 先說對不起吧 我覺得 張傑剛剛是猜的第二個 贏的對吧 對 EA 21 張傑選救援 你想聽誰的說法 林書宇 水 怎麼辦 我剛剛 妳會選什麼 我會選A耶 好啦 但我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寶貝 寶貝對不起誰都會說 那他可能在很多男生在下意識 他覺得 就是問題出來我就丟這句話 他說不定根本不用經過思考 可是了解你的感受 他是需要經過思考的 就你會覺得他有過 有進到他的心裡 這一整件事有進過他的心裡 而不是我想要結束 因為寶貝對不起就是我結束 感受這兩個字比較內化一點 對 因為已經到了夫妻了 寶貝對不起我覺得情侶之間 寶貝對不起 沒關係 反正我不長久嘛 我們當下解決就好 可是夫妻是走久的 新婚跟結婚三五年 五年七年的差別 有道理 對啊 他要是回到七年前 他搞不好也是覺得 寶貝對不起 他覺得受用 他覺得受用 對啊 不過他竟然更在乎那種感受 對 更觸心的感覺 是 好 經過了林書以個人的解釋之後 重新選擇 你的答案是 A A不變 你 都一樣 A 沒有他們專業啊 他沒有什麼專不專業的 就他的認為 沒有我現在他們說什麼 我都信了 真的 你這個荒謬的家庭主婦 對 耳根很軟 這就是 他什麼都硬 就耳根很軟 對 你 堅持一下吧 我還是要選C 就這樣很好 就這樣 我就像有點改變而已 很好 Just 兩A一C 我結婚十五年了 其實我也覺得 這兩個都很難選 對 一個很難選 答案是B 我們同一陣線耶 他把我們同一陣線 給你炒成這樣 騙誰啊 這個選項不應該設計的 太容易第一個就被槓掉了 我了解你的感受 是一個很好聽的話 I know how you feel 緩解 對不起 現在A多嘛對不對 對 C請鎖定 你們就指望的我是錯的 錯的 好吧 你們指望我是錯的 因為它是美國 嗯 美國 因為美國 I know what you feel 對 是美國 但是什麼 對不起 對不起 這種道歉 有時候人家美國人蠻痴的 可是美國 請講吧 我不想看 請揭曉 那應該是 應該是 I know what you feel 這是什麼答案 大家不要太開心喔 答案是B 你們是同一國 你不要幹嘛 就是 好 好 你們可能會一時之間 覺得這個答案好像 我不瞭解外國人 你看 外國人 好 大家可能會一時之間 覺得這個答案有點荒謬 但是呢其實 我們把它翻到英文 We are in the same team 這樣說我們會說啊 這個你是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 其實夫妻嘛 就是同一隊的 就是生命當中 跟你一起作伴的 這個team member 所以呢 在吵架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講出一些很難聽的話 會去傷害對方 但這樣可能都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如果你提醒他 我們兩個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在同一個陣營裡面 我們是同一個team的喔 我們是一對夫妻 我們應該要互利互贏的 這樣子呢 其實就會提醒他說 不需要去傷害對方 我們應該是找出一個 最好的方法解決這個 不是吵架的癥結點 而不是互相傷害 要比出一個輸贏 所以應該是我們是一家人 就是我們是同一艘船的 我們是一起 誰贏的都沒有好處 要一起就要一起贏 是 一家人 好啦 反正就過去了 不是 你還好 你沒有碰到這一題 要不然你也掛掉 因為這一題 需要很多的時間來想 你剩46秒你會掛掉的 要想 對不對 要推敲 好 都沒人答出來 後面三隻小豬 全部好好的就位吧 來 全面互動 下次再見 出來了四個人今天 難得 好久沒有看到四個人的畫面 沒有人投給你 沒有人投給你 剛才你又答對了 所以連這一下都 你就要戴著就好了 大家都不用 全面啊 好開心耶 記得誰投給你的知道吧 你好沒多少的馬國賢 真的 把這拉到指尖處來 指尖處 那我的指尖處 來 用力 預備 來 再來 再來 差不多 再來一點 好 放 放 真的嗎 不要打眼睛耶 你小心眼睛 好 拉到台中 然後到新竹再放 哪有回到新竹再放的 他一定是這樣的 看好了 這樣 整個手要留... 今天有個好戲 76號恐怖書店 對吧 對 看來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好戲 希望大家密切地注意 認真的人最美 而不是那滑浮和排場 好不好 這是給爵兒做的事 我們先把角色演好再說 我們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在東正民道 跟我們的全民心動練 一起來充實我們 充滿智慧的美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